今天做这个南瓜煎蛋饼啊 咱们先要做这个面糊 这个糊呢要加一个鸡蛋 打散之后呢要加水 水的量呢差不多是两个鸡蛋多 那我们加一点盐在里面 好一点盐 这个盐呢不是为了让它有咸味 是让这个面糊呢更有劲 哦就是说让那个饼吃来更有筋道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家里 比如说和面的时候也会加点盐的 对 是吧 这个是有一些科学依据吗 是没错 因为盐呢它是一种非常好的 这个揉合剂 也就是说我们在和面啊 或者做一些这个甜点当中啊 用这个盐它可以很好的发散 它这种溶质呢是很容易溶解于水 所以它能增加于其他甜味啊香味啊 各种东西往面里的渗透 所以这样这个面粉啊 就会把这些调味料都给它揉合了 然后吸收比较好 今天大厨加盐呢 那接下来就加面粉了 我就说说面糊啊 这个面粉的话 我们用中筋高筋还是低筋呢大厨 我们就用普通的那种中筋粉 就可以 就是我们在家里吃的最普通的面粉就行 饺子粉也行 往里面倒粉的话大厨 我觉得这样子倒的话 那我们大家那个量怎么去掌握呢 这个呢就要根据这个面糊的这个浓稠度 你看这个面糊的这个浓稠度啊不能太稀了 也不能像饺子面那种祸成面团啊 它是一个面糊的状态 那怎么看呢 把筷子拿起来 看啊 它基本上不往下流 然后呢 慢慢的才能看出筷子的颜色来啊 这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种面糊呢先放在这儿 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面里面还会有一点面疙瘩 就让它醒发了 放这一块儿 好 这边请大厨 那我们那个南瓜现在不放进去 那这时候呢就该处理南瓜了啊 我们这个南瓜大家都知道 它里面有很丰富的胡萝卜素 对啊 但是胡萝卜素呢和水是很难融出来的 那我们呢就找点油给它炒一炒 我们翻炒一下呢 就让这个南瓜呢略微有点软了 是啊 然后呢也不能完全让它把它蔫了啊 因为它就不成形了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取出来 我们这个时候呢炒好的南瓜 才能和这个面糊呢进行混合 也就是这个过程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是我们的南瓜已经熟了 但是还保持用铁壳的状态 是的 没有熟的是吧 对 好 那混合之后呢 这个量呢一定要掌握好 不能太多的量 都是南瓜呢不好看 加上南瓜之后呢再撒点葱花 好葱花放在哪儿 那这个面糊的这个调制呢就结束了 大家看这个面糊的那个浓厚度啊 你看我要拖起来这一块的话 它有一些流动性是吧 然后呢我们把它抹到这个锅里来 是 哦 很棒哦 很诱人那样子看起来哦 这早吃来吃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菜吧 很棒 很棒是不是 那大叔我们在烙的时候 那个怎么去掌握它的火力 防止它不粘呢大叔 嗯 一个呢我们选择一个不粘的锅 这个是很关键啊 那如果是铁锅的话 也是一定要热锅凉油 基本上呢下边定型了 我们就可以翻面了 那翻面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铲子放到这个饼下面去 然后顺着锅的这个力量呢 一下子把它调转过来 用惯性是吧 对 很好漂亮 那我们现在再把反面再烙一下它咯 是吧 这样子呢就会两面一块加热呢 这个面很快就可以成熟 而且这个面呢是非常软的 吃起来是有劲的 然后再加上里面的脉络 像南瓜的脉络啊 非常的好吃 那你怎么判断它已经成熟了呢 用铲子压 它的弹性很好的时候 它已经成熟了 两面一烙呢 面熟了 我们就可以起锅了啊 好 鸡蛋和面粉第一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